你好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拍開場 因為我打算來二整一下我姐 我跟大家講 平常都是她在整我 然後我又很容易被騙 我每次都被她騙得團團轉 所以今天換我來二整她一下 那她現在跟朋友去吃飯 差不多快要回家了 所以我打算待會把手機放在家裡的客廳那邊 因為她每次回家 她都會躺在那個沙發上很久 她才會去卸妝 然後我打算 我要騙她說 我想要自己開一個頻道 來看看她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我待會應該會演一個很 咄咄逼人 很無厘頭的人 因為我告訴大家 我姐就是一個傻大姐 她平常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然後如果我講的又太合理的話 她一定會順著我的話講下去 所以我就要有點情緒 讓她的情緒也可以起來 因為我希望她會有情緒一點 看她是會難過還是會生氣 還是會罵我 我不知道 我現在完全沒有辦法預測 那我們就等我姐來 走 我跟大家講 我剛才拍了開場 然後我藏這個相機 我整個腋下都已經是汗了 我不知道我姐平常那麼辛苦 而且一個人拍開場有夠乾的 我跟大家講 這個計畫我弟是知道的 因為是我跟我弟是討論出來的 她有叫你去捷運站 載她回家了嗎 有 6.20 好可怕喔 希望這個手機不要被發現 我跟大家講 她大概九成不會發現這個手機 跟你講 家裡等著裝潢 換了沙發 換了她也不會發現 那我們就等她回來吧 你去站她回來吧 對啊 欸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講 這還會是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是好事啊 他說我們確定對你來講是好還會 就是我想要自己創一個頻道 自己創一個頻道 對 就是紀錄生活的一個頻道 我也可以放一些做詞的或什麼的 Fo 就是你自己 Fo What 就是我自己的一個頻道 沒有Fo What 就我自己唱 然後我自己剪的 然後不是跟你兩個人一起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那種很像人家拍的那種生活Vlog 很細很細的 就是可能起床 然後到晚上睡覺那種 我現在也不確定我會拍哪種類型 但是我自己喜歡 就是喜歡看哪種類型 雖然你都是拍我們的生活沒有錯 但是呈現出來的東西不是我喜歡的那種 我是喜歡節奏比較慢的 然後你喜歡節奏比較快的 Fo 因為他平常喜歡節奏快的 然後我喜歡節奏慢的 然後我喜歡節奏慢的 然後我常常錄一些片段 他就不要有 或者是他覺得我手太抖 反正每個事情都要再丟過去那邊 然後讓他再審核一次 我就想要創一個頻道 然後是我自己主導這一切 所以你是不想要我審核你的東西 還是說你覺得我的審核是不OK的 還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不想要你審核 是就是那是一種感覺 就是畢竟這個理好理好也是你創的 裡面的東西也都是你創作出來的 就是變成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也都是專屬我的的感覺 所以你一直說 我喜歡你的東西就對了 現在理好理好派的東西 你知道嗎 沒有到不喜歡 可是就是不是我的東西 想要什麼是你的東西 所以我創出來你的頻道啊 所以你現在想要自己創一個頻道 因為你覺得我們現在的頻道的東西 不是你的東西 姐妹戲強 你要姐妹戲強 姐妹戲強 不是姐妹戲強啊 我沒有不讓他做啊 就是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一起做 譬如說好這個禮拜先出完 那我們兩個都可以同時拍啊 同時拍的時候 我們內容完全一模一樣的 的意思嗎 為什麼會一模一樣 你拍你的我拍我的 就像恩恩跟你拍出來 你就是不會一樣 可是你要想恩恩拍誰 恩恩拍格哥拍姐姐 我拍誰 我拍你我拍哪天 你們講出來的話 跟哥哥姐姐講壞話有一樣嗎 那你要拍誰 你拍我嗎 我沒有要拍人啊 所以等於說 你要架一支相機在那裡 可能我們吃一頓飯 沒有我沒有要架 我應該是手拿著 我自己在旁邊講話之中 你那邊我可能就沒有辦法 一直幫你做介紹什麼 所以你現在要自己創一個朋友 然後理好以後 你就要引退這樣子嗎 沒有那引退啊 就是你也是可以拍到我嘛 只是我的重心會在我自己的頻道上 然後是因為說 你想要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是不用每次都要一直在那邊跟你討論 現在說哪幾點 理好以後就是你的 基本上我也都是聽你的意見 最後的主導權都是你的 我決定 可是也是你丟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丟出來的東西 我們一起去討論 然後去想怎麼樣 哪一個決定對我們來講 對理好以後來講是最好的 是最完美的 那也是我們兩個一起想的 而不是說 我覺得一是最好的一定要是一 你這樣把我講好像有點 我都沒有在聽你的意見 你有在聽 可是最後的決定權還是你 你還是很主觀的去做決定 就像影片的節奏一樣 你拍的東西 我不能說不好 也有 你就覺得不好啊 一定會有喜歡你節奏的觀眾去看 但是對我來說 那個節奏對我來說 就是太慢 你要我怎麼樣把 我覺得不OK的東西 放到我的影片 放到理好以後去 那你要我怎麼在理好以後發揮 去處理 對啊 就是都是他的東西 然後我拍的東西 他就一看就說 你這手這麼抖 怎麼不用 然後直接站著 不是 你這手很抖啊 我都沒有講過 他就沒有 你很多人手都很抖啊 那你可以教我要怎麼拍 我沒有教你嗎 我都教過你了 手要這樣 我就這樣 他就這樣 我就沒有辦法 所以他事與不如教他不要 不是啊 我已經盡力了 然後我做出來 你還要批評 然後 欸我現在還沒有批評你 你明明就有說過 我只有說我不會放那影片 然後一看到就說無聊 沒有嗎 確實蠻無聊的 我就覺得很有趣啊 然後你就覺得很無聊啊 那最後勒有沒有用 沒有用啊 所以你現在是覺得太 你想要放出點東西上比好 你不要再說 就是我想說出是我自己風格的影片 啊難道你沒有我話題 你沒有辦法繼續拍下去嗎 真的嗎 對我來說就是沒有辦法 那這就是你 我覺得這就是你的問題 對我的問題啊 我沒有把這個問題怪在你身上 我也沒有覺得說你要創頻道不好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的想法很好 本來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負責 我現在講的所有事情的前提 都不是說 我不讓你自己創頻道 我覺得你創頻道不好 但 我只是在跟你討論 我們應該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離好離合要該怎麼走 現在這些支持我們的觀眾 我如果說我不錄了怎麼辦 我沒有叫你不錄 我從長大我都沒有叫你不錄 但對我來說 兩個頻道一起同時進行 就是我等於就是不想錄啦 那你這樣就是很自私啊 因為你等於讓我做壞了 然後讓我進退兩半 我不想拍離好離合 然後我又不能自己創一個頻道 我沒有說你不能創頻道 那如果我創意你會做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如果我選擇自己創頻道 那其他家裡的人會怎麼想 為什麼是趕快出來再創一個頻道 沒人能怎麼想 這就是你的決定 我們的決定啊 所以我現在是在跟你討論 你也不要那麼激動 我是說我離好離合的頻道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討論 或者是說離好離合直接給你做 我沒有要拿離好離合 對 那就是你的東西而已 你好 你冷靜一點 是我講的 我現在派你來 但現在你很喜歡我們三個 這樣子的一個搭配 那假如說我今天頻道沒有你了 阿婷也沒有你了 沒有人在那邊打屁 兩個在那邊 一個正經一個打屁 等於說直接沒有主角 一個電影直接沒有主角 這個電影誰要去看 這些觀眾怎麼辦 你要去想 我們現在衝突到 我們要為他們負責 很多人喜歡我們的影片 看了我們的影片很開心 那假如今天沒有你 這些觀眾怎麼辦 他可以來我的頻道看我啊 對 可是那就是另外一個東西 對我來說就再也拍不出 現在這樣子的影片 為什麼拍不出來 我們還是一樣每個禮拜 大家又會去週末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要參與離好禮後不是嗎 對啊 我們的氛圍還是一樣的啊 我不會因為不參與離好禮後 然後我就不跟阿婷互動 我就不跟家裡的人出去玩 對但對我來說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 好好解決 兩個頻道同時清醒 那我們這個禮拜就試拍拍拍 你說這禮拜我們的weekend vlog 對啊 我這邊不要拍 我先教你怎麼拍 我先告訴你怎麼拍 滿好的架構 你不用學 你手那麼抖你不用學 你剪片你不用學 你怎麼樣完成一支影片 你都不用學 你就可以完成 你覺得剪片那麼簡單嗎 這就是我教你 我怎麼支持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把我能的 我會的 我全部交給你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很喜歡 或者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再來說嘛 對吧 你懂你的問題 蛤 沒有啊 我一樣可以在你的影片裡出現 對啊 所以你要先教我怎麼拍 怎麼剪 對 然後拍完之後 我看我這個頻道就先給你 然後你去處理生涯的事情 我會幫著你一起 但是 那你要幹嘛 我要幹嘛就再說啊 那錢 就都給你啊 不然咧 就整個頻道 整個香氣給你啊 來情接受這樣子啊 不然怎麼辦 但是我 我只是覺得說 這樣就是讓我再當快樂 我沒有讓你當快樂 那我問你啊 我腦袋唯一想法是 那觀眾怎麼辦 其他事情 我覺得所有事情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妥協 好 那你平常在剪片 你會吃夜紅素嗎 我愛夜紅素 夜紅素才夠棒 那你參考你的夜紅素 呵呵呵 呵呵呵 你會放手機嗎 天了啦 呵呵 天了啦 呵呵 啊我燒蝦咧 誰要自己開頻道啊 累死了 誰會在那邊剪片拍片啊 我流汗欸 愚人節 欸我跟你講 我們全都是汗 愚人節快樂 現在才226號 你真快樂 愚人節快樂 所以剛剛你平常一直騙我 是啊你也知道 你剛剛有被騙嗎 廢話 我你好利用都給你了 我還沒被騙喔 欸你眼眶好紅喔 我去拍他 他眼眶好紅喔 我不難過 我是覺得 很很 很沒邏輯 不是 我是覺得 他眼眶好紅喔 我是覺得觀眾怎麼辦 因為他們很喜歡 我們三個現在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觀眾怎麼辦 你真的很賤 你有病啊你 你 欸他哭欸 很沒邏輯 我也在哭了你在幹嘛 而且他一直很咄咄逼人欸 對啊我就想說 我很認真在跟他講事情 然後他一直說 沒有你的節奏就是太快 你就是不用我的東西 可是我會那麼咄咄逼人 是因為 你看你最後說 你要把禮好禮喝給我 我是覺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我 我是很支持你啊 我覺得我真是整人超級成功 他竟然哭欸好扯 我覺得很 很對不起觀眾 因為我 好啦好啦 好啦你出來 你出來 我們要自己創頻道 我會再離好離合好好的 我不會剪片 我手會抖 而且你剪片剪得那麼難看 還敢創頻道 以後這種整整節目 不要讓我知道 為什麼 我會很怪 情緒已經很那個 然後他還在那邊說什麼 什麼你走你的陽關到 我想說都什麼時候 你還在他媽的陽關到 我聽得我也覺得很鏘 這到底在講什麼 我一直想一直灌他 你看結局他都會讓我 所以如果我再合理一點 他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情緒反應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這樣很合理 我會覺得那為什麼不行 沒有什麼好不行 他一定會支持我去創一個頻道 好啦好啦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直接大成哥 好難看那一集 好難看 好扯喔 我沒有料想到他會哭 我也沒料想到 好 很扯 晚安 好